1月22日 人要像皮球一样 打击越大,跳得越高 心要像面团一样 油搓越柔,韧性越强 篮球打得重,才能跳得高 梅花经过双寒,才会开得更芬芳 像艰难困苦挑战的人,必能成功 像人情刻薄挑战的人,必能展现他的勇气 司马迁没有被命运打倒,接受皇朝的挑战 虽被关在牢狱里,但他不气不耐,才有实际传世 南非黑人曼德拉,不像专制的恶势力低头 不像残酷的种族歧视屈服,终于当上总统 历史上多少人苦学成功,多少人不畏艰难奋斗 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不经一番寒彻骨,咽得梅花扑鼻香 岳王勾见卧心尝胆 陶渊明不畏无斗米折腰 都是因为能向环境挑战,才有他们另一番的世界 眼看现代的年轻人 在家中只要求父母的赐给,自己不肯接受艰难困苦的挑战 在学校里,作业抄袭,请人代笔,自己不肯反复勤袭,苦致母恋 以至成家以后,自己不肯奋斗,指望父母遗产 自己不肯服务社会,只想社会的救助 一个人经不起折磨,不能向挫折挑战 就像美丽的花朵生长在温室里 没有经过风霜雨雪的淬炼 如何能长成参天立地的大树呢? 所以,人生要在挑战中才能成长 文思修 向艰难困苦挑战的人必能成功 向人情刻薄挑战的人必能展现他的勇气 每日同一时段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